我們公所這邊為了實施十處的定點 那十處定點有包含第一區、第二區、第三區、第四區 所以我們都已經含掛在裡面了 那我們首發的第一處就是在喜霧會 那它的時間是七點半到七點五十分 所以每一個點都是停留二十分鐘 那我們到的時候我們會播放一分鐘的音樂 告知所有的市民、鄉親好朋友 我們的熱身車來了 請你們要到垃圾、要親運的人可以拿出來 那第一個點是我們的喜霧會慈安店 那另外呢,再第二個點就是 我們黎明國小家長接送區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挑這個時間點 是因為學生都已經進去上課了 家長送學生去上課以後順便可以到垃圾 那我們這個點也找了很久 那這個時間點是八點十分到八點三十分 是二十分鐘 再來我們第三個點 尋到這邊又變成中心路跟成功路口 那中心路跟成功路口也是 他們的人口密度也是很高 那邊附近的住戶也都相當多 所以我們會選擇在這一個色點 色點 對,第三個點 那第四個點 我們也找了很久 本來我們是想找調查站前面 那後來因為有其他的旁邊的鄰居 有反應說比較不適合 那後來我們找到我們宜蘭橋北岸的引道 就是在宜蘭橋過紅綠燈 要往調查站 對,左轉這裡有一個引道區 這裡 這裡 所以希望第四區的市民鄉親好朋友 可以如果沒有倒到垃圾 這個時間點 你就可以拿來這邊倒 對 那第五個點 我們也找很久 因為四區很難找 四區要停車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們也透過我們隊長去協調 然後去找我們江浙德意樓 國華路的停車場就在教會的旁邊 這塊空地 他們也同意 也配合我們公所的政策 所以也相當謝謝我們江浙德意樓 對對對 江浙德意樓 對對對 那再來我們另外一個點 第一次選區的部分 舊城南路跟舊城西路口 10點50分到11點10分 會在這一個點 那華龍一村旁邊這邊 就是讓酒廠這邊附近的所有的住戶 方便來這邊到 對 那第七個點在泰山路150 5號對面 就是南平國小的外面 那之前我們那裡有一個巡守隊 巡水隊級的前面那裡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12點30分到12點50分 會在這裡 那剛好小朋友下課的時間 如果爸爸媽媽媽沒有倒到垃圾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時間點 你們要去接送小朋友的時候 也剛好可以到 這個都很便民的 第八個點 我們金七節福德廟 我們要謝謝金七節福德廟 也願意提供這個場地 來供我們收益垃圾 也要謝謝他們 這個時間點是在1點10分到1點半 對 1點半 然後再來就是南風路2段跟近四路的一路口 這個是第二選區的 那最近這邊附近的住戶也都相當相當的多 對 就第二選區的部分 第二選區的部分 那第十個點 最後一個點 2點半到2點50分 最後一站 在新福宮 在新福宮 就是在凱旋那邊 那也謝謝我們新福宮 他們管理委員會也願意提供我們這個場地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這個每天都有嗎 禮拜三禮拜六沒有 星期三跟星期六是停收的 對 我們這裡都有 我們這裡都有 而且我們每一處的定點 我們都會立排 我們每一次 像我們許會這個 是幾點到幾點 我們都會做一個立排 對對對 更便敏 再讓所有的市民知道 對對對 你這個點沒有到到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 你有空 你也可以拿來這邊到 那民眾提前拿去的話 不行 不行 你要在那邊等可以啊 站在那邊等可以啊 再送到車上 對對對 不是可以放在那裡 不行 垃圾不落地 垃圾不落地 還是不落地 對 不落地 對 謝謝